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本次是久远的游戏杂谈时间 所以来跟各位聊聊近期看到的游戏资讯 谈案方面首先是留言比较多人问我的 神隐之子 开发商是中国的鬼点科技 代表作是二一年的灵魂潮系 游戏代理商是挂在爱肯娱乐下面 不过实际的运营商是注册在新加坡的热火游戏 那根据找到的网站 然后再来一点小魔法 就会来到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网站 而游戏的品牌名称也换成了Snap Scan 对到神隐之子商店上的地址 跟这网站标注的刚好是同一个 然后再翻一下过去旗下的另外一款游戏 西游蓝魂的协议资料 这三个网站上的图标 都有一个很像香蕉的图示 在比对过去曾发现几款产品 跟这个图标来源确认以后 可以合理的推测 背后是来自中国的短影音平台快手 他们在17年就已经投身游戏代理跟相关业务 还要搞一些低成本的小游戏 但成绩表现上都做得不普通通 甚至还被后来才加入游戏领域的抖音塔趴 18年虽然有收购了A站 但并没有将其壮大 现在也已经烂在那了 20年曾发现过 命运神界 梦境连结 这款之前有讲过 当时因为绑号跟内容审查等因素 4月7号公测又在26号光束下架 后来公司在21年调整游戏业务 成立了新的游戏开发品牌 弹之宇宙 这名称翻译成英文 是不是就刚刚提到的Snap Scan对上啦 然后刚提到的那款西游蓝魂 据说是他们研发3年的高成本产品 曾在21年的腾讯发布会上展示过 但不知道是不是测试数据不理想被退货 还是后来改变什么主意 最后这款产品是由快手自己发行 陆服是在去年的7月20号公测 台服则是8月10号 但市场表现 不管是在陆服还是台服 都是一般般 而官方不管是在B站 还是FB站 是早早就停跟跑路了 当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数据不理想 团队开始被大规模的裁员 直到今年被正式解散 也要想去年字节跳动缩编游戏业务的时候 他们还很开心的招聘别人的员工 最终还是落到同样的命运 目前该公司手上还有几款未上下的游戏 像是无金梦回 Sanity Chess 鬼秘自主等 如果未来这几款的上席成绩再跑的话 就真的会重现字节跳动的结局了 那回头聊聊本事的神影之子 游戏在6月18号公测 因为并不是正式的评测 所以这边就简单讲一下 游戏延续了过去灵魂潮汐的2D大头娃娃的美术风格 以及回合自家解门元素 BGM蛮好听的 氛围感我是觉得挺到位的 但剧情上完全没有配音 包含几个关键场景 以及部分UI互动跟场景上 都有明显音效缺失的状况 仿佛成本都只够用在脚步身上了 这种前置剧情特长 然后演出效果还一般 如果没耐心的玩家 早就已经先滑走了 然后大概是为了省成本提高效率 背景大多都是以3D建模代替 但在材质表现跟细节上又很廉价 看着看着是真的有点出戏 人物美术方面还行 而且五星角色终于是会说话了 不确定升级后会不会有Live2D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调整到高画质了 游戏年的历绘 还是比官方FB上的还糊 然后商城跟抽卡价格 也没有比别人有优势 还学别人搞超武器 但就这个品质的话 是真的别闹了 而且对比过去的产品 不止没有进步还有种退步的感觉 真的是有种敢压着上架的美 还有APP商店要水军刷分数的话 也不要这么明显嘛 一般的也不会用软体来形容游戏吧 攻读生认真上班啊 虽然可能有人喜欢这样的题材 但我还是要泼泻人水啦 前面都有提到了 快手应允是有跑路的前科 过去其他厂商也并不是没有类似的范例 不管他们手上拿到什么好游戏 都没有用 你永远不知道他会不会备吃你 而且又是台服先行的状况 建议先观望一阵子 再考虑是否课金支持吧 接着是完美世界W 在6月19号的公厕 开发商是完美世界 台湾代理是河马娱乐 那实际的运营商是挂在Hunter Games下面 之前在COC热血杀戮介绍过 是亿换前CEO成立的海外发行品牌 虽然完美有自己的发行管道 但过去也有把产品交给别人发行的案例 所以这波合作并不算太意外 游戏在陆服叫做完美世界主神之战 是2022年的老产品了 只能说老韭菜 吃的就是比别人好 但其实再往前找就会发现 这款就是2019年 完美给腾讯代理的完美世界手游版 然后之后完美又另外搞出来运营的版本 而当时给腾讯代理的手游版 就是2019年6月21号 在台湾公测的完美世界M 虽然有人想骗我下载做评测 但这种一眼堪比原进化的产品 就让他默默死去就好了 如果你是IP的情怀党 别问了就去玩 不然我讲他不好你又要靠北 再来RO仙境传说 初心之战 台湾于6月6号公测 都不知道这次第几次的感动了 真正的炒冷饭之王非他莫属 只要割韭菜初心不变 续作永远出不完 台湾人依旧也会买单 没意外的话可以进入本月台湾营收榜的前三了 众力社已经可以开香兵庆祝 顺便想想下一款游戏要叫什么名字了 不就叫RO仙境传说美梦如初吧 接着也是好多人问的 上海净花在本月13号公测 游戏运营商是中国的游族 就是之前发行斐红神院的那间厂商 相关资料我之前也讲过 当时陆服在2022年上架 因为营收不好后面直接摆烂 在去年9月又搞出了一个重制版上架来割韭菜 但发现根本割不动 只好继续摆烂 那这次来台湾什么意图 我相信懂的都懂啦 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绘图转身的作品 尤其游族的产品都偏向套皮加素质卡牌 喜欢享受克金爽 PVP碾压NPC的感觉 就果断去玩 但千万不要去靠北素质平衡做不好 角色做烂片刻 因为这就是玩素质PVP游戏的代价 Table上可以查到很多过往评价 上面有很多都是带游戏时长的 这绝对比只玩几天或者叶配文更有看点 反正就看这次台湾能撑多久吧 或者会学《斐红的神约》 之后再出个国际版捞一笔 接着是排球少年Fly High 6月6号公册 台湾代理去中国的热曼多 也是本款游戏的开发商 日服是由股东之一的中国畅游代理 热曼多这间公司 过去也一直是做运动相关产品的 像是2017年的街头篮球 跟2021年的街头篮球2正宗续作 那顺带一提2017年还有一款腾讯系的 FreeStyle街头篮球 他们是一前一后上架的 名字很类似 但千万不要搞混了 还有2020年的街头足球 这款我不确定台湾有没有发行 再一样是2020年给Dina发行的灌篮高手 2022年的NBA绝对巨星 2023年也是给Dina发行的 队长小翼最强王牌 以及之前那款Jump群星集结 热曼多他也有参与制作 也看得出来他们是一间跟Dina高度合作的厂商啦 然后今年年初上架的黑子的篮球 他的产品著作权是在勒曼多旗下 然后游戏的代理商 他的创办人就是来自中国的Dina 所以有些业务合作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啦 一路看下来或许他们在做 运动游戏方面确实很有经验 但千万也不要死亡这类PVP 在长线运营上能有平衡了 曾经大火的灌篮高手后面也是翻车了 总之你发现苗头不对 就快收手吧 别越陷越深了 再来是交错战线将会开国际服务 开发商是中国广州的米家科技 暂时不确定外服的代理是谁 只会有资料我再补上 游戏陆服在今年的1月3号公测 一度因为立会尺度被迫下架 这款也算是少前二自爆后的最大受益者了 厂商大概也没想到自己会爆火吧 开服的时候我有去玩过一段时间 游戏玩法还是偏向数值卡牌 但比其他厂商来讲没有这么片刻 PVP的占比也比较低 营运态度方面也算积极 游戏最大的优点也就是机甲风加瑟瑟了 不过如果仔细看他live2D的立会的话 就会发现还是有些槽点就是了 明显跟线上的同类竞品是有落差的 其他养殖方面也是偏繁琐 那另外一个优点就是 早期是可以拿到免费的课金资源 白嫖档可以换到一些喜欢的时装 但公司的产能真的非常的低 连作为核心生产力的角色跟时装 都显得力不从心 开服到现在的主线也都没有更新 活动内容也是少的可怜 我曾经一度怀疑厂商 是不是卷完一波后就想跑路了 那最近一期的官方直播 有提出未来的规划方向 但因为都是画饼阶段 还是得等上菜后才知道是真是假 就希望厂商不要因为营收撑不住就先倒下啦 中国方面 首先是贬怀一下环形绿色 之前有聊过是一款还不错玩的塔坊 不过3D建模美作画风确实有点跟不上实战 一直以来的营收表现也都非常的糟 最终在前几个月默默倒下 连个动态都没有发 游戏虽然目前还能登录 但已经没有新的内容了 只剩下伺服器无情的空转 等到祝月到齐后就会停止了 公司目前还陷入了在入纠纷中 也是可惜的这款游戏 愿你一路好走 再来就是B站6月13号公测的SLG作品 三国魔定天下 是近期他们一票新游戏表现中最好的一位了 虽然这类产品的利润率不高 但相对成本也低 算是给B站找回了一些脸面 证明自己还是能行的 去年8月 B站以为可以靠赛马良大赚一笔 结果被下架以后就再起不能了 我当时的判断还是太乐观了 目前动态停在5月后就不向前跑了 看来是忙着去指挥隔壁的战马 可以准备迎接他的周年祭了 B站近期几款新作也是接二连三的倒下 像是路德还砸了大钱搞动画 依旧也没有把游戏的热度炒起来 近期也就剩下乌华明星的表现还不错 希望B站不要再搞死他了 不免令人担忧 陆服7月即将公测的飞烂天空 不过近期表现最夸张的 还是腾讯代理的DNF手机版 短短的公测一个月左右 就已经干到全球游戏榜的前20 DNF不愧是目前累积收入第一的游戏 世界级IP的吸睛力就是猛 不出意外的话 Nexus明年的财报将会继续横甩同行十条街了 而帝国也将继续维持他的不败神话 虽然这款游戏看起来平均很低 也很多人在骂 但可惜口碑并不能当饭吃 那些人也并不是这类游戏的目标用户 所有网路上吵吵闹闹的舆论 也不如冷冰冰的数据来的真实 再来是网易的两款游戏 一款是武侠吃鸡游戏 永结无间的手机版开启了中册 如果跟我一样 是喜欢流星蝴蝶间的老玩家 到时候可以来玩一玩 手机版大幅简化了正刀跟连造的操作 未来也势必会推出海外版 不喜欢手机版的话 现在也有免费的PC端 有一阵子我还是挺迷的 虽然被虐的不要不要 再来另外一款是烟云16升 最近开启了三册 跟直播云了几天 虽然跟当时的PV 还是有挺大的落差吧 不过还是跟他旗下极款武侠产品 多少有些区别了 但真的拜托网易你们 少搞些PV诈骗吧 游戏虽然有单人跟多人模式 看起来是能各玩各的 不过还是有一些绑定多人的任务 就很怕网易他还是舍不得 多人社交的营利模式 最后只是变成逆损还plus 那外加木型的bug是真的挺多的 如果真的要赶在7月26号公测 感觉是很危险啊 等到时候公测 我再去玩玩看吧 这边再追加一个新闻点 近期完美世界传出大规模裁员 早在之前一群超人世界公测后的数据不理想 旧有消息指出进行了一步内部调整 虽然官方这次有回应只是正常的能量释放 但确实公司近年来的营运状况并不理想 而且近期的P5X的成绩也没达到预期 逐渐四季的测试也爆炸了 过去都是一直靠吃老本撑着 明显缺乏新的大作支撑 虽然有人说过啊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 但这些红利棋都只是一时的 只有真正的技术实力才经得起考验啊 最后再简单补充一下 星月同行最近开了三册 我也有参与测试玩了几天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出个影片讲讲 日本方面 最近的王者应该就是万代发行的 玄偶像大师了 开副后成绩一路高歌猛进 外加开发商还有CYGAX 品质是绝对有保障了 当然要再创赛马娘过去的荣光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看评价说玩法是类似赛马娘加杀戮尖塔 但因为游戏是日文 所以我只要放弃体验了 如果有深度玩过的可以留言来发表一下感想 看来美少女养成还是挺有市场潜力的 但还是K-Lab宣布 99的奇妙冒险将推出IP改手游了 K-Lab也是一个挺老牌的日本厂商了 制作也代理发行过很多IP改编 像足球小将益 幼儿白酥 死神 灌篮高手 东方Pajar等 根据2020年官方的新闻稿 厂商为了赚更多钱 会从IP方获取授权以后 委托其他厂商共同开发与发行 就跟DinaGree采取的商业模式很类似 包含前面提到的那款排球少年Fly High 也是他们授权给别人开发的 早在2017年他们就跟中国的昆仑万维 合作开发一款死神改编的 境界魂之觉醒死神 这样的商业模式其实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就是品质方面麻烦还是要把关 别为了省成本赚快钱 就把达便端给玩家吃 那本市预计的合作开发商 是中国万达集团旗下的主公司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做正版授权游戏了 像之前讲过的 《秦时明月沧海》 《天元突破》《红莲罗岩》 《关于我转生变成史莱姆》这档是《魔物之王》 再到最近的《圣斗士星史》正义传说 那像这款他就是跟Grid合作的 台服是在2021年的2月4号公测 日服是在今年的1月18号公测 虽然看起来依旧是那个廉价的古早味 但在日本的成绩却意外的还不错 前几年一拳超人成绩都还没有他好 从中国官方的新闻稿也可以明确的得知 他们就是透过台港澳来做测试调整后 才会发现到其他主要国家 当然他们也不是唯一会这么想的厂商 只是很多忠神的韭菜认为这些厂商好棒棒就是了 如果不幸之后 啾啾的奇妙冒险是在台港澳先上架的话 那就… 啾啾来当测试员吧 接着是角川 为了庆祝瑞林10周年推出的IP改编手游 以下就让我省略了 这个说辞非常的眼熟啊 遥想前年某款10周年纪念作品 开服不到一年就宣布要回炉重造 为了避免粉丝又来骂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不过最近一次看到那款游戏的消息 是今年5月针对证术上面的优化 看来厂商还是有在上班的啦 至于游戏什么时候回归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然后看一下这款游戏的最新PP 我感觉我的大脑在颤抖了 但有雷姆肯定是神座好吧 画面不好就代表还有优化的空间 觉得不好玩就代表你不够忠诚 6月30号厂商将会直播公布更多的游戏情报 总之我OK你先客 再来是模型少女的日服在前阵子关服了 去年他们的营收就开始出现很大的动荡 今年更是直接大衰退 不知道跟日服的代理师字节跳动是否有关 台服跟陆服的表现现在也并不是很安康啊 如果突然关服也不用太意外 然后我还看到涨去有上架一个抢先体验版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又想搞绘图转身了 其他有些熟面孔 像是吞吞龙丹冒险的日服也在预约中了 广告也是挺抽象的啦 有点今天网路用太多的感觉 那顺带一提啊 这个游戏的开发商跟前面那款模型少女是同一天 但他们的公司状况也并不是太好 前阵子也是开始裁员 那接着是网易的淡宅派对 将在7月登陆MS平台 这波操作其实还是蛮熟悉的啊 当时荒野行动也是早于PUBG推出手机版 然后提前抢占了日本市场 之后一路压着对方打 现在回头来看 真的是网易最成功的一手啊 如果知道腾讯的圆梦之心 想要进入日本市场就会显得太迟了 但是腾讯现在可能也不在乎就是了 韩国方面最近比较热门的就是休闲打扮游戏 运气拼输赢 开发商是韩国的111% 成立于2015年 主要以开发休闲游戏为主 并梦想成为韩国版的Super Sale 公司创办人金康安今年37岁 最早公司里只有他一个人包办了所有大小事物 一路走来也并不是太顺利 前面经历了8次创业失败 后来某天受到天天过马路这款游戏的启发 决定效仿这种开发周期短又能快速获利的商用模式 这样即便没有大笔的资金跟开发人员 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于是后来就有了第一款作品 BBTAN 游戏创下了千万下载量 公司也借此获利 后续接连推出上百款作品 但一直都没有撑得上热门的作品 从他们发布过的产品影片来看 大多也都是借鉴其他游戏 品质上也并不是太好 但这个薄利多效的策略 仍旧带来足够的收益 支撑公司运转下去 就这样时间来到2019年的8月28号 随机投资塔房 正式公测 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款游戏让公司一夜暴富 营收从原本的100亿韩元 成长到隔年的1496亿韩元 增长了将近14倍 也入围了2020年的韩国优秀游戏奖 这大概是其他厂商没有想到的吧 这游戏也曾在台湾拿下不错的成绩 不过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 后续继续推出了很多款游戏 也有延续随机投资玩法的系列作 但依旧没有在复制当时的成功 21年的营收直接腰斩到588亿韩元 22年的营收继续下跌到475亿韩元 这时候他们找来前Netmarble的副总裁出任CEO 希望可以靠他列网狂澜 结果还是没啥必用 23年的营收继续下探到322亿韩元 公司也从营转亏出现了约69.7亿韩元的亏损 然后那位CEO也在5月转值到SmileGate了 于是本来退居二线的金康安 又重新执掌CEO滋味 然后他回忆检讨这段过程啦 觉得过去的公司就是走 体积小、开发周期短、果断割舍、简单好上手等 快速试错路线 但因为一时的成功之后变得自大 忘记了核心中值、减缓了开发步调 未来将会重拾出新 预计会推出30款游戏 给市场带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而游戏未来的开发方向就是 玩法简单但令人上瘾 于是这款耗死5个月开发游戏 终于带领公司打下久违的胜利 我整个三年 就得才等于一个机会 我要争一口气 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 我是要告诉人家我身体的东西 我一定要拿回来 回望到全球市场很多赚钱游戏 也并不是依靠多好的游戏品质获利啦 例如像Candy Quash 或者像我之前聊过的Plyrox 专门搞奇怪的钓鱼广告吸引用户 而目前这间公司的路线 也跟现在微信抖音的小游戏策略很像 靠大量低成本低消费的游戏是水温 经过市场验证成功后 再转化到手机平台上 假设如果资本够硬的话 还可以像4399或者圆区娱乐 靠买量提高上限 再来是CacaoGans的放置游戏 格兰骑士团极限传说 在上个月底全球公测 还跟热门的IP葬送了福利联合作 只能说资本真是才厉害啦 但在日本方面就显得有点差强人意了 目前在140名左右 看来在日本即便有最强的漫画平台 但对游戏的发行还是没有什么帮助啊 其他还有一些熟面孔啦 像是猫之城啊 匪红的神约 像僵尸开炮 跟一些中国的换皮MLO 没有看到什么其他值得关注的 那全球方面 大富翁GO 长势比去年更猛了 目前的全球营收排名仅次于王者荣耀 买年的历史经验果然没错 社交博弈一直都是财富密码 刚刚提到那些韩国公司 是不是就靠头子一战成名 当然如果你跟我一样 知人没有那个狗屎运 还是安分守己吧 并不是人人都是开师或者梦子啊 小心被当诛杀或者变成削波块 然后有时候很多人都会来我营收月报上留言说 台湾很多博弈游戏 但这真的误会了 是全世界都是 只是线上跟线下的比例不同而已 那最后就是王者荣耀 在前几日正式上线了全球版 看腾讯是否能证明 自己离开了微信QQ这些渠道优势 依旧强无敌 让我们持续观望吧 其实这个世界也是很魔幻啦 有时候即使不需要赋予所谓的游戏意义 也能让人着迷 例如像最近爆火的Steam游戏Venina 直接告诉你什么叫做大盗制简 与其让玩家成为埃尔登之王 若当塞波农夫收割猴子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